广告遭删减被杨师封杀。范冰冰方发文说明情况必要。 范冰冰最近可谓是流年不利,看年弟弟参加偶像练习生高位出道,虽然弟弟收获了一大批粉丝,但是范冰冰却被喷想要全家一起出道。 近日,网友发现范冰冰给杨师拍摄的广告和镜头被剪的一个都没有了,但是在网上的普通版广告中还是有范冰冰的镜头,其他平台不受影响,也意味着范冰冰很有可能就是杨师给剪掉的镜头。 不少网友猜测,如果真的是央视剪掉了镜头的话,那么范冰冰真的就要亮了,这是要被封杀了。 央视的镜头被剪刚被传出,巴琴转就报被卫视退货。 要知道由吴嫩娘的收视率在,之前就算男主高云翔被爆出性亲丑闻,个个卫视依旧在为这部戏给腾档期。 尽量想把黄金刀留下来给这一部戏,这次竟然直接选择退货,让人非常意外。 不仅巴琴转被退货,就连范冰冰早年拍摄的《绝技2》也传出了要改当的消息。 郭敬明电影一向比较省心,就连大家狂骂的《小时代》也从来没有因为别的原因改过到。 这次突然改当也被不少人猜测可能是因为范冰冰的影响,如果最终上映的版本没有范冰冰的话,基本可以猜测范冰冰是真的出了一些问题。 细心的网友发现,范冰冰代言的某腕表品牌似乎也得到了风声。 这个腕表品牌是由范冰冰跟小鲜肉羊羊一起代言,但是范冰冰是全球品牌大使,而羊羊只是品牌大使。 范冰冰在代言地位上要比羊羊是高一级的,跟品牌互动也更为亲近。 但是范冰冰被崔永元吐槽之后,品牌边闭口不提范冰冰,只跟羊羊一起互动,发羊羊的消息。 而品牌官网上面,也只有羊羊的宣传海报,范冰冰相关的内容一条没有。 这个就让人有很大的浮想空间。 之后网友现身爆料自己公司在跟范冰冰代言的公司合作,代言的公司要求把范冰冰有关的内容全部下架,而自己公司做的有关范冰冰的项目也全黄了。 这个爆料跟上面某万表品牌的表现似乎不谋而合,难道品牌商真的得到了一些风声?范冰冰要被封杀? 这么多内容联系来来看,范冰冰似乎真的危险了。 而作为反击,范冰冰粉丝官博转出和老师和陈学东在《拜托了冰箱》里面提到范冰冰的内容,既然节目内容没被剪,那么也证明范冰冰处境没有那么糟。 而且范冰冰冰的工作是国际公关总监也发文比谣,表示范冰冰广告并不是被剪掉镜头,而是范冰冰参与拍摄的是明星片,而央视播的球员片,所以没有范冰冰的镜头。 希望大家不要散播谣言。 而且日前还有时尚品牌主编晒出自己跟范冰冰的合照,看起来也没有受到什么影响。 网友偶遇范冰冰老爸,范冰冰父亲大半酷炫,心情也很不错,完全不像女儿被封杀或者惹到大麻烦的样子。 这么看来应该是被大家想太多,范冰冰还是好好的并没有被封杀。 。 。